买入门级的BBA的朋友 总是因为各种原因会被人家笑话 其实入门BBA没有我们想象中这么差的 这就好比农村自建房 一听你家房子是山里的 可能心里就有点别样的味道了 殊不知有山有水的乡村大秘书 它可是比商品房强的多了去了 买入门级的BBA被笑话的第一个原因 就是别人认为同样的钱 你可以买到更大的 配置更高的车子 干嘛呢 说白了就觉得你吃亏 但其实空间和配置 并不是消费者最关注的因素 参考IS1发布的乘用车市场区域研究上 在消费者购车关注因素当中 外观占比是最大的 26% 舒适性15% 配置10% 内饰9% 空间8% 还排最后面 所以你看外观才是消费者买车 考虑的最多的因素 颜值恰恰是入门级BBA的卖点 你比如说新款的这个奔驰A 官方的这个宣传与说法 就是给用户营造现代的豪华感官体验 而且用很大的篇幅来介绍它这个外观 为了好看买车子 很正常 大家都是这么想的 已经满足了自己的购车需求了 自然也就没有什么吃亏这种说法了 那另外 虽然空间和配置入门级的BBA 确实是比不过同价位的其他品牌的 但是这个需求的问题 那你比如说 人家想要大 对吧 但是有可能买这个车子是一个女孩子 我平时不用什么车 我就是到商场里面去 这个shopping一下 买买东西的 这个小的也好 停车 是不是看看我自己的男朋友 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每个人的生活状态 人生追求都不太一样 喜好也是完全不同 才会互相觉得对方有问题 这就好比 有可能你是喜欢高达的 我是喜欢变形金刚的 你买高达的玩具 我就觉得你真的是浪费钱 一堆塑料都要那么多钱 但是自己塑料做的变形金刚 有可能觉得是宝贝了 人不一样 那么买入门级BBA 被消化的第二个原因 就是别人觉得你爱慕虚荣 贪图面子 就是不买这种更实用的B级车 就是要面子 但是入门级BBA 其实是A级豪华车 你比较的对象 也应该是A级车 你好比说一个人 在中国足球职业联赛里面 是MVP选手 但你说什么西甲 英超弱队 随便一个板凳球员都比达强 这个就有点不合理了 两个比赛不是一个级别的 所以说你买入门级的BBA 你在A级这个领域 那你就和其他A级去比 对不对了 在A级里面 它有可能是更贵一点的 你比如说2.0T的奥迪A3 有190匹马力 100公里加速7.4秒 A级家用车里面 不太有人比得过了 就算我们买 买这个入门级BBA 就是为了面子 也没错的 人人都爱面子 这个就是中国 千百年来的文化价值观 外国经济与管理期刊有论文 中国本土消费者的 面子意识与消费行为 研究评述上面讲 在满足基本的使用价值 基本的使用价值之后 会动会开能停能走 之后 待有符号特征的面子消费 能够满足自身的个性需求 和表现欲望 这些都是精神层面的因素 说实话 刚才说的什么外观 配置什么的 相对还比较基金于使用价值 但是豪华车这三个字 这种感觉 它对生活品质更高的要求 是精神上的这种满足 这个就和蛋糕是一样的 普通小店20块钱 这个蛋糕很好了 网红店里面吃个50块钱的蛋糕 你特别开心 你还发朋友圈 是吧 那氛围不一样 你能做的事情也不一样 你获得的满足也完全不同 那买入门级BBA 被笑话的第三个原因 就是觉得你 就是买不起更贵的BBA了 你非要打中脸充胖子 2016年中国汽车市场消费结构 和人群大数据分析报告上面讲 18万以下的汽车消费占比 达到了70% 大头了 那么入门级的BBA价格 基本都超过了18万 你奔驰A级 2118起步 宝马1系198800起 那按照这个消费水平来讲 能买得起入门级BBA 这个价位车子的人 已经算是挺厉害了 也不应该被笑话了 就算这个地方有说 其他地方也是相当有自信的 抬得起头的 最后了 这用车成本上 有可能还要再笑话一番 差不多的东西 还没人家好 你买了个小小的入门级 保养和人家大奔S级 宝马77是一样的 傻不傻 很有可能是这样的 那首先 入门级BBA的保养成本 其实没有我们想象中 这么高的 都是1万公里做次保养 你比如宝马1系 小保养一次866块钱 雅阁一次小保养600块钱 相差不是很多 雅阁是5000公里做一次 宝马是1万公里做一次 算下来还宝马便宜 那入门级的BBA 维修成本是贵的了 对吧 但是这个维修 一般都是保险公司 给它给承担掉了 那你比如说 2019款奔驰A180L 第一年100万的 这个三折险 车损险 不计免赔 加起来5000块钱的样子 价格是比较接近于 2018款本田雅阁的 买同样的保险 价格也差不多 对我们来说 成本是差不多的 没有什么负担不负担起 这个是说法的 总的来说 买车子就和 买自己喜欢吃的东西 都是一样的 你喜欢吃咖啡 我不拦着你 你喜欢啃大蒜 我也觉得挺好的 你觉得榴莲特别香 别人在边上吃臭豆腐 你也不要去说别人 都是通过自己 努力买来的车子 哪怕是两十八艘车 怎么样的 没有任何人 可以有资格消化我 这车是我买的 这车是我开的 我开心 就好了呀